轻松拿下带口粉球 打进这最后的黑球 就能赢走这一局 其实 类似这样的 揪动人心的惊险时刻 已经不止一次上演了 这峰回路转 跌宕起伏的狗血一局 发生在2017年 斯诺克市井赛八分之一决赛 大比分上领先四局的奥沙利文 又开始各种皮了 甚至一而再三 演绎了尴尬 黑球时刻 比如这一颗抵带黑球 未能可以出这该死的红球 让它彻底错失 一赶制胜的好时机 哎呀 还是差点运气啊 说实话 这样的翻带真的太难了 唯一庆幸的事情就是 白球成功贴上黄球 形成一杆后思诺 莫非 没占到半点便宜 接下来 激动人心的各种名争暗斗 正式拉开大幕 漂亮防得真不错 直接形成一杆斯诺克 但奥沙利文的解球也同样运气 完美破解同时 不漏一点机会给莫非小子 双方展开一场 酣畅淋漓的抢红大战 两位世界冠军 展示了最顶流的防守球技 杏姆 赶紧 一旦 赶紧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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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 沙利文 常抬机会球 一路走 反转 把球球推进去 很近 但他这一杆带着防守后招 还差点就围绕黑球做成一杆斯诺克 比较适合 Rony可能会有大麻烦 为精准搏边红球 胡老师这次又落了底带了 这次的机会还真不错 就看看莫菲能否把握住 差了一点点 红球挂了几次带脚还是弹了出来 这场比赛真是不停踩钢丝啊 把双方球迷虐得死来又活去 还好 奥沙利文 总算简陋成功 直接杀入青彩阶段 接下来莫菲就非常危险了 他唯一的希望 应该是那颗半贴裤的咖啡球了 漂亮 这走位给下一把绿球 完美要到了最舒适的位置 你看 这半贴裤边的咖啡球 这不马上要解决了吗 奥沙利文博顶带 出现了致命失误 不过并没有漏球 接下来 台面还剩下四颗彩球 两人还要继续安全球比赛 谢谢 谢谢 在这段階段 一段階段 会变成一段階段 你失败了 爆 我失败了 我失败了 我失败了一点 我失败了 葛老师这一杆检太漂亮了 咖啡球二次撞击 依然还半贴着顶裤 防得滴水不漏 那是一个好准备的 那是不可能的 白球竟然摔弹了 火箭这一杆球运气不太好 这个摔弹相当致命 这个摔弹相当致命 咖啡球直接有顶带的线路 另外三颗彩球点位也还不错 能否轻抬绝杀 就看莫菲这一杆了 Fuck Sean's gone too far with the cue ball This isn't going to be that good Unless it runs on a lot Nine Unless it runs on a lot 叫彩球走位不太理想 力度还是轻了 要是再往下走一点 就完美了 这样粉球博底带 形成了大角度 有一定的难度 果然博底带失误了 不过防守中形成了斯诺克 还算幸运 现在台上局势就比较微妙 57比57平 剩下最后两颗彩球 谁先拿到粉球 还不一定能取胜 一定要拿到黑球才行 是最后一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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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较少了 他比较少了 哇 我没想到他比较少了 他会惊讶我 如果他比较少了 莫菲竟然没有国境 还将粉球推到了代股 太可惜了 随后的悬念 就是看火老师的走位了 看能否叫到黑球 这赶绝杀的机会球 火老师也失误了 这局比赛非常戏剧性 胜利的天平多次清闲 接下来 两人还要抢黑球 绝胜负 尝尝 twice across safety qball up the table good effort roni plays the side to side guaranteed to be safe oh he was too straight it wasn't like that so another containing safety 火老师这一杆 防守出了问题 将黑球带了出来 左下底带直接出现了机会 最终 莫菲长台拼近的带黑球 以64比63绝杀了奥沙利文 让这局惊险刺激的比赛 画上了句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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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